嚴雅倫今日現身台北 出席一個醫美代言活動 白足這麼多爪的雅倫 要專注演藝事業 又要打理自己的飲食生意 真是沒有時停 所以她也很注重護膚 還很有自信 覺得自己的皮膚狀態 好得跟現在的男團平起平坐 我覺得這個平起平坐 有人對 我覺得大家的皮膚 會因應所在的地方的 經緯度跟氣候的關係 會有所差別 然後我覺得 我今天站在這裡 就是讓所有所有的 就是在我們台灣的朋友們 可以看到 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 可以放心來使用的 然後加上就是可以 讓自己的皮膚到達 自己沒有想像過的那個階段 因為老實說很多 從青春期 這個過了之後 點上的痘疤也好 或是長期的粉刺的困擾也好 一直會伴隨到我們的工作時常 或是在我們的交際圈裡面 會產生一種容貌的焦慮感 其實我覺得皮膚好 它已經滲了一大半 容貌焦慮 真是都市人普遍會有的問題 亞倫雖然沒有被這種焦慮影響到 但是就有另一個問題困擾他 我其實沒有啦 我的焦慮是來自於 要不要稍微低調一點 聽起來真的很欠揍 真的完全沒有臉錯 對啊 我也 我近期皮膚真的是蠻好的 所以我相信 我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 一個figure在這邊 有沒有在拍攝的時候 被說我怎麼黑眼圈很重 還是有過啦 皮膚說 我也會因為季節性的過敏 所以產生一些黑眼圈 那就是在所難免 所以基本上你要把這個 基本分數先打好之後 你才有機會去 經歷這個大大小小的狀況 包括你可能 因為養貓養寵物 對毛髮的過敏也有可能 這樣子 所以多多少少 大家都要更照顧自己 就是長期暴露在空氣的皮膚這樣子 藝人要經常長時間化妝 對皮膚的傷害真是很大 所以亞倫對卸妝這個環節 特別重視 我保養步驟第一個就是卸妝 因為我覺得化妝品多少 對於皮膚還是會有一點點負擔 然後清潔我是非常注重的 然後再來就是眼周的保濕 我也很注重